週一晚 川普承諾 政府將為喬治·弗洛伊德及其家人伸張正義 但絕不允許暴徒藉此淹沒 正義呼聲 川普批評一些州政府 沒能採取必要行動 保護居民安全 同時譴責暴徒毆打無辜市民 破壞當地店鋪 甚至破壞林肯紀念堂和二戰紀念館 川普表示 將立即採取行動 制止暴力 他強烈建議各州州長 部署足夠數量的國民警衛隊占領街道 否則 他將派遣軍隊幫助解決問題 針對華盛頓地區 川普调遣了 數千全副武裝的士兵以及執法人員等 並繼續實行宵禁 川普強調 法治是美國的立國基礎 川普再次對暴論組織者發出警告 川普再次對暴論組織者發出警告 隨後 川普和司法部長巴爾 國防部長艾斯珀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 白宮新聞秘書麥肯納尼等 步行穿過拉法特爺公園 來到聖約翰大教堂 川普手舉聖經 表示騷亂不會持續 5月31日深夜 抗議者聚集在白宮附近縱火 有人闖入圣約翰教堂地下室放火 在外墻惡意涂鴉 所幸 警銷人員及時趕到 這座擁有200年歷史 俗稱總統教堂的聖約翰教堂受到有限損失 新唐記者畢心慈綜合報導